《秦琼疾病》 经侠仗义,十分的讲义气,多次辗转,归入到了李唐麾下。李渊十分器重秦琼,立过很多功劳,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打败了名将魏池公,还将其招纳到自己的阵营之中,一时间名声大道。 但是,在李世民当上皇帝后,立功无数的秦琼却折服起来,还在家装病了十多年,李世民专门派御医给秦琼抗病,太医前脚刚走,秦琼这赶忙让把要到了,这究竟是为何呢? 关于对秦琼和李世民关系的理解,我们急需回顾一番秦琼的生平。 当年,秦琼本是隋江兰护手下的一员士兵,拥兵数十万的兰护,真可谓灰眼石珠。 得益于莱池的提携,秦琼一度被越级提拔,可惜好景不长,莱池兵败后,秦琼一度向陪人机投奔,资质通鉴,秦王世民选精锐迁于其,接造一悬甲,分为左右队,使秦书宝,成之劫,为持静德,敌长孙分将之。 乘机进击,所向无不摧破,敌人未知。 秦琼是山东人,自书宝,秦琼的前半生非常坦克,他本来在隋朝明将莱池的旗下,莱池手下将士数十万,秦琼还是一个士兵时,就得到莱池的看重,被逐渐提拔。 后来因为兵败,秦琼先投奔陪人机,然后随陪人机投降瓦港军,在李密仗下得到重用。 李密被王世冲打败后,秦琼本来已经归降王世冲,但因看不惯王世冲的为人,他和众人又投奔了李渊。 就唐书秦琼传,秦琼宝,宁琼,齐周历成人,大业中,未随将来护杖内,书宝丧母,护前世调之,君历关曰,士族死亡及遭赃者多矣,将军未尝将问,读掉书宝,可也。 答曰,此人永汉,家有智姐,必当自取富贵,岂得以卑贱处之。 为了能寻找到,真正的明君,不惜耗费了四十年的时光,先后投奔多个君主。 我们不能说,他是被信记忆的小人,实际上在遇到李渊之后,两个人也算惺惺相惜,李渊对于秦琼坎成相待,秦琼为李渊也是安全。 马后,建立不少功勋,秦琼在唐军的威望也是如日中天,直到宣武门之变,这一些都变了。 李渊和李世民对秦琼颇为看重,秦琼也颇以此自负。 就唐书秦琼传,书宝每从太宗征伐,敌中有肖将瑞族,炫耀人马,出入来去者,太宗颇怒之,折命书宝王徐。 书宝应命,月马赴枪而尽,必赐之万众之中,人马辟邑,太宗以十亿众之,书宝亦以此颇自观赏。 也这份自负,让李世民对秦琼颇为忌惮。 贞负十七年,秦琼的画像进入了表彰大功臣的林燕阁。 入林燕阁可以算作是一员武将能得到的无上荣誉所,但秦琼的画像却是在最后一名。 原来在李世民看来,秦琼虽然功勋卓主,但功劳得。 在李渊时期,不像魏时公、李继等人,在李世民登基以后一样,建立了赫赫战功。 在李世民眼里秦琼,只能算是父亲留下的就沉。 就唐说秦琼乱,随莫群道起,从通手张须驼西贼帅罗明阅语下批。 贼众十余万,须驼所统才万人,历势不敌,去贼六七领历仗,相持十余日,梁进将退,为诸将誓约,贼建兵去,必兴来追我。 其众寄出,营内急需,若以仙人习营,可有大力。 此称危险,谁能去折? 人间莫对,为书宝与罗氏信请行。 于是,须驼尾诈盾,使二人分领千兵夫于罗尾间。 继而明月果西兵追之,书宝与氏信持至其诈,诈门必不得入, 二人超升齐楼,拔贼齐志,各杀庶人,营中大乱。 书宝,誓信,又展官已了万兵,因纵火焚其三十余炸,奄奄掌天。 明月奔还,须驼又回军奋机,大破贼众。 明月以数百其顿去,于皆掳之。 由是勇气文于远近。 选五门之变之前李建成和李,市民,都想拉拢秦雄, 戎马半生的早就看透了兄弟厮杀,并没有帮助任何人, 而是选择中立,毕竟当时的秦雄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, 这样的事情万一出现意外,自己半生的努力都白费了。 秦雄也是个聪明人,他知道,自己不会为李市民所信任和作用, 于是,选择韬光养晦。 建国以后,李市民施数子为了争夺皇位, 在各方面和太子都明争暗斗, 这些事情,秦雄看了眼里,但是从来不过问, 不像有些大臣那样选择队伍战, 但是秦雄对这件事不闻不闻, 他觉得这是别人的家事,自己不方便插手, 而且当时的皇帝还是李渊, 谁成为皇帝现在还不清楚, 直到玄武门之变以后,李市民成为皇帝, 秦雄就越来越想拜托官位的束缚, 以生病为友, 渐渐地交出了自己的兵权和相关的权力, 开始了长达十余年不上朝的生涯, 一直以自己身体不是为友,远离李市民的权力中心, 这样,秦雄便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装病, 每逢病时就对人说, 我容马一生,历经大小战斗二百余阵, 与受重伤,前前后后流的血能都有几乎多, 怎么会不生病呢? 李市民为了表达自己对秦雄的关心之情, 特地派太医来给秦雄抗病, 秦雄咳了许久, 太医便表示, 自己带来了良药, 并交给了其子秦怀道, 吩咐他去监药, 随止, 太医刚走, 秦雄便让自己的儿子赶紧把药给倒了, 秦雄这么做并非因为担心李市民害他, 而是因为他确实没有生病, 没病的人自然不会吃药, 而这场皇位之间的争斗, 李市民取得了胜利, 当李市民登基后, 秦雄选择了装病, 而且这一装就是十二年, 李市民偶然还会和他开玩笑说, 秦将军为什么老是生病啊, 而都被秦雄用救急给搪塞过去了, 到了贞冠十二年, 这次秦雄是真的生病了, 而且病得十分严重, 不久之后他便病逝了, 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